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祂的心里有难复 祂的世界不错误 大家好 感谢神 让我们在空中读学里面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让我们在信仰上有更多的认识 更深的扎根 我们正在谈就是 旧论里面的第一个大主题就是预定论 我们前面发了一些时间来谈到就是 加文派的预定观 也来谈到就是亚明派的预定观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在思想 亚明派预定观里面的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我们这个时候还在思想就是 在亚明派的这个教导里面 谈到说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盼望每一个人都会回转 相信他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看经文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 这样一个真理的教导 我们来看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九节 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 那里看到说彼得教导们 就是神的心愿 就是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神不情愿一个人沉沦 他盼望每一个人都会得救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这里的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九节 所以看到说彼得这样说 彼得说 诸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沉沦 丹言 其实不是丹言 乃是宽容我们 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多悔改 这经文讲得很清楚 神的盼望是不是能要沉沦 他说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多悔改 所以这个经文本身表达出神的心意 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不但这样子我们还需要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 我们来看那个经文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那个二十八节 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看到说 马太本身记载神的那个心意 我们来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 这一说二十八节 凡劳苦丹中丹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看到说每一个劳苦丹中丹的人可以到神那里来 这看到说 不只是现于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 他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神面前来 在神面前里面 在神里面找到这个平安 找到这个安息 所以因此看到说 在亚密念的这个神学里面 他们教导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这个是神的心意 不但这样子 他们也同时教导我们 就是不但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同时看到说 神也赐给我们这个再现的恩典 前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谈到这个再现恩典 那么人在这个再现恩典之下 他可以对神的救恩有所回应 对神的这个救恩邀请有所回应 不是说人本身在他堕落里面可以回应神 不是 他堕落里面不可以回应神 也没有人意回应神 但是神先主动的赐下恩典 先主动的把这个再现恩典赐给他 所以杜路人在这个再现恩典之下 他可以回应神 所以因此看到说 这个再现恩典本身 跟这个前面的那一点 神盼望每一个人得救是有关系的 所以神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 人也可以在这个再现恩典中间回应神 所以这个是亚密念这个神学系统里面的第二个教导 不但这样子 他们也强调说 这个预定跟拣选是根据在神的预知上面 我们前面也谈到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那里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会被预定拣选是神在永恒里面先看见 先知道 我们会对救恩有这个积极的回应 他看到我们这样的积极回应 他就拣选我们 所以因此我们的预定跟拣选是根据在神的预定 神的这个预知跟这个先进的里面 所以这一点看到说跟这个家王派的想法非常的不一样 教派的想法里面告诉我们说 神就主动的预定跟拣选 神在他全权的里面 在他的这个预定的里面 执意的里面 他就拣选一群人是属于他的 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亚密的派的看法里面看到说 神的预定是根据在神的预知跟先进的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说前面我们就花了些时间来介绍 这个两个非常不同的神学观点 这两个神学观点对我们的预定观有极大的影响力 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 你不是听到家王派的看法 就听到这个亚密念派的看法 那这个时候进一步我们需要来谈到两个看法 这两个看法本身也是凸显出 家王派的看法跟亚密念派的看法的不同 那么家王派的看法比较被称为是神主说 英文叫做monogism 神主说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救恩从头到尾是神在主导 神所做成的救恩 这个被称为是神主说 神主动的做成 所以救恩从头到尾不是人的作为 乃是神的作为 神所做成的救恩 那么这个是家王派的这个看法 那么亚密念派的看法就是所谓的这个 神人合作说 神能合作说 英文叫做senergism senergism就是神能合作说 那么神能合作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救恩的事实里面 我们看到说 人在这个救恩的里面 他因为有这个在先恩典的能力 所以因此他可以回应神 所以有神的部分 有人的部分 这个在神学书里面被称为是 神能合作说 那这个看法比较接近是 亚密念的这个看法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入这个一个结尾 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家王派的看法 前面也提到亚密的派的看法 到底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救恩论里面的那个 这个预定论呢 到底你和我要怎么思想这个预定论呢 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全部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同我前面提到说 是个真正非常激烈的一个神学问题 也是很多基督徒所关怀的一个问题 到底神的预定拣选的作为应当怎么了解 神为什么预定 所以预定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来谈的那个重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结尾 这个结尾里面我必须要特别强调 我们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知道说身上本身同时谈到神的主权 谈到神救恩的这个主权 也谈到人 人有自由 所以看到说这两点在声音上里面多谈到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两个真理都谈到 这两个真理好像是在一个张力的里面共存 所以因此我们在教导这个预定论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顾到这两个核心的真理 不但神有主权 不但神在这个救恩里面 我们知道说他有他的主导权 但我们看到说人本身他有自由 人本身在这个他的恩典之下 在恩典之下有回应神的这个能力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是有张力 有一个所谓的是非而是的一个事实 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一个救恩 在预定的认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这个时候容许我特别来说明 那么这个说明里面就是帮助我们去平衡 平衡就是说不要太过分的只强调 神的主权 神的全权 神永恒预定的那个安排 那同时看到说也顾到人的回应 人的自由 所以这个时候容许我用两段话 这两段话其实是一大句话本身来凸显 这个平衡 那么这个适者要同时要把这两个真理 都放在一起来考虑 那么这看到说这句话怎么说呢 这两段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只有被这恩典改变的人 才可以对神救恩恩典的邀请 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 这个是这句话的第一个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怎么讲呢 但是只有那些做出这样回应的人 才是真正被恩典所改变的 容许我再说一次 让大家清楚了解到这句话的这个意思 这个计划的那个 那个是要把这个张力都放在一起来考虑 看到说只有被神恩典改变的人 才会对神恩典的邀请 对神救恩的邀请 做出积极的回应 所以看到说这第一句话里面 看到人应当被神的恩典改变 只有在神恩典改变之下 他才会对神恩典的邀请 对神的救恩的邀请 有所回应 但是请大家注意 那个第二句话 只有那些真正被神恩典 那些做出这样回应的人 我们知道说才是真正被恩典改变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在恩典中间改变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也需要做出这样的回应 一个有回应的人才是被这个恩典改变的人 所以因此看到说神恩典本身 他不会磨杀人的自由 他不会贬低人的自由 看到说他的恩典把人的自由放在一个全新的地位上 把人自由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的上面 所以因此我们在思想这个预定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同时要肯定神的主权 肯定神是那个救恩的源头 神是预定拣选的这个主角 但是我们看到说 人本身在这个救恩的这个事实上 他要回应 他回应的时候才真正看出他被恩典所改变 所以因此看到说 人本身在神的恩典之下 这恩典本身让他 让他可以回应神 这恩典本身让他 可以对这个救恩的邀请 有所感觉 有所回应 所以因此看到说 这凸显出那个救恩的事实里面 不但有那个积极面 也有消极面 我们看到说在神的恩典之下 我们是积极领受 积极地屈服在神的恩典之下 这是恩典之下 看到说在这个屈服 谦卑之下 我们领受恩典 但是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 这个恩典本身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对神的恩典 有所 对神的救恩的恩典 神的救恩的邀请 有所回应 所以看到说在这个救恩里面 同时有他的积极面 也有他的消极面 因此我要特别强调 在这个预定论里面 我们需要同时看到 那个积极的部分 和那个消极的部分 所以因此我们在这个前面的部分里面 我们花了些时间谈到预定论 神在永恒里面 所做出的预定跟拣选 这是我们救恩论里面 第一个可以讲说 第一个大主题 谈到神在永恒里面 那个拣选跟预定 那接着我们就需要进入 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谈到 我们在救恩里面 常常听到的 就是跟救恩 非常有密集的关系 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重生 你要重生 那么我们必须要 对重生的概念 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里面 有一个正确的 完整的 全面的 对救恩的一个 重生的概念的一个认识 很多基督徒发现到说 他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他没有好好的 懂得他信了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信 那他也没有对他信仰 做出一个整理 所以因此 通过这样一个学习 让我们对我们信仰 一个清楚的交代 一个清楚的整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说 谈完这个预定论以后 我们需要进入 谈到另外一个大主题 就是重生 我们知道说 重生谈到什么 谈到人 对神救恩的 这个给予 神对人 对神对人 救恩的给予的 一个回应 所以看到说 这个 这个重生是 回应神的 一个 一个 一个事实 那么看到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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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本身 其实我们看到说 也有另外一个部分 看到就是 归正的部分 然后我们后面会谈到 什么是归正 那归正跟 重生的关系是什么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比较少谈到 归正的部分 我们比较多谈到 重生的部分 那么这个 重生归正可以讲说 好像是一个 同版的两面 两面 那么这个两面 我们知道说 同时在救恩的事上 都发生的 我们知道 神的灵更新我们 神的灵救我们 我们在 神的灵改变里面 更新里面 重生得救 但是我看到说 我们也要归正 我们也要 转离罪 转向神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说 我们就必须来谈到 人对救恩的回应 这个回应里面的 第一个部分 谈到就是 重生 那到底什么是 重生呢 我们知道说 神不只是要我们 成为好人 not only to be nice people 但是在他里面 要成为 新造的人 在重生里面 所关附的 不是成为一个 一个好的的 一个好可以相处的人 一个nice guy 不是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要成为 新造的人 新的人 所以重生 所关附的是 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 一开始 我们必须来谈到 在 在新院里面 看到说 有两个希腊文字 来表达 新生命 表达 这个生命 两种生命 两个字 表达 两种的生命 然后第一个字 叫做bios 我想大家读过书的话 就知道说 这个字bios 就让我们想到 biology 就是生物学 那么这个字bios 这希腊文字bios 就是 就是生物 肉体的生命 那这个生命 可以说是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 bios 那么第二种生命 什么生命呢 就是所谓的zoe zoe就是 属灵的生命 生命 其实有一些女孩子的 英文名字 也叫做zoe 这个zoe 这个英文名字 是来自于 希腊文那个字 生命 这个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一个 以神 或者是他人 为中心的生命 所以两种生命 一种是bios 一种是zoe zoe是 zoe是 属灵的生命 bios 是生物 肉体的生命 那么bios 本身是强调 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 那么zoe 是当到属灵的生命 这个生命 是以神 或者以别人 为中心的生命 那么基督徒本身 不但有bios 同时他也应当有zoe 他不但有这个 生物的生命 有这个 肉体的生命 同时他也应当有 属灵的生命 这个属灵生命的 这个诸入 属灵生命的 这个事实 是来自于 生命的更新 生命的重生 谈到重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 从圣经的教导 来看 到圣经上 怎么教导 过来重生的这个真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不只是 从信念来看 我们需要 从整本圣经来看 到底重生是怎么样 在圣经里面 被教导的 这个时候 我们先来看 旧约 怎么谈重生 所以你能看到说 神是那位促成 这个激烈的生命的翻转 这个彻底的 生命的改变 重生 旧约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说 只有一个方式 一套 不是两套 不是旧约一套 也不是新约一套 看到说 旧约跟新约里面 在旧约的教导上 是一致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来看 就是生命纪的 这个教导 我们来看 生命纪第三章的 第六节 生命纪三十章 我们来看 这里的第六节 这里怎么说呢 这里摩西说 耶和华 你神必将 你心里 和你后裔 心里的误会 除掉 好叫你 尽心尽心爱耶和华 你的神 是你可以存活 就看到说 摩西在旧约里面 教导说 神要给我们 一个新的心 这个他要除掉 那个污秽的心 他要给我们 一个新心 这个是旧约 的方式来表达 重生的 那个事实 所以看到说 重生是一个 属灵的根心 这根心是表达 一个新的 新的给 我们知道说 心在旧约里面 表达这个是 人的那个核心 所以一个人的 所为 是从他心里面 所发出 所以因此看到说 从最彻底的里面 神要改变我们 神要除掉 这污秽 安生的心 给我们一个新星 他要更新我们 他要从最彻底里面 来更新我们 整个生命 不但这样看到说 在耶利米苏 第三十一章的 三三节 在那里看到说 也有同样的教导 谈到就是神的 这个重生的 这个事实 这个重生的 这个教导 我们需要来看 就是耶利米苏 第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的 三三节 那里所看到 我们这个时候 来看一下 耶利米苏 三十一章 三十一章的 三十三节 这怎么说呢 这里看到说 这位先知 这样教导 我们说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看到说 神要亲自把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再次看到说 神要从我们心里面 来做个改变 把律法写在 我们的心里上面 不但这样子看到说 在以西节书 是第三章的经文里面 谈到这个重生的教导 我们这个时候 就来看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的第二十六节 再看到说 是就位的那个方式 来教导们 重生的这个事实 我们来看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 这一说 我也要赐给你们 一个星星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 除掉十星 赐给你们肉星 神要赐给我们 一个新的星 神要改变我们 神要更新我们 神要赐给我们 一个新星 这都是一些 非常基本的 旧约的教导 关于重生的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 我们就进入新约 看到新约的时候 看到说 的确新约 在谈重生的部分里面 有蛮多的篇幅 蛮多的这个教导 我想大家一想到 重生的时候 就想到 约翰福音的教导 的确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蛮多 谈到重生的这个真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章那边的教导 我们从约翰福音 开始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十二节 到第十三节 我们知道说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 是约翰福音的 那个开场白 这个开场白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开场白 这开场白里面 讲到非常丰富的这个神学 非常丰富的这个基督论 谈到基督耶稣 是那位太初的那个道 这个道与神通在 这个道就是神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来看 这里的第十二节 到第十三节 谈到重生的这个真理 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看到说 谈到接待神 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权柄 做神的儿女 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十三节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义生的 也不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一位接待神的人 一位相信神明的人 我们再来说 我们知道说 他们是不是从血气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这两处经文里面 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 就谈到重生的那个意义 那接着我们就需要来看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看到说 蛮多的直接谈到 重生的这个真理 那么我们看到说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 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经文里面谈到 这位法利赛兰 这位尼哥蒂姆 他夜里来找耶稣 他是那位犹太人的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里 来思想 这个重生的这个教导 这个经文 对我们来讲 是蛮熟悉的经文 那求神让他真理 来对我们来说话 我们看到说 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的 第一节看到说 有一个法利赛兰名叫 尼哥蒂姆 是犹太人的官 这个官我们知道说 他观察耶稣一段时候 他的确在这个 犹太教里面 是一个蛮有地位的人 他是一位法利赛人 他看这里的第二节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 我们看到说 他晚上来看耶稣 不是白天来看耶稣 乃是夜里来见耶稣 说拉比 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 就称耶稣为拉比 肯定耶稣 是那位神来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因为你所做的神迹 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 人行 可见这位尼哥蒂姆 这位法利赛兰 已经在观察耶稣一段时候 他看到说 耶稣基督本身是那位 会行神迹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知道说 这位耶稣 这位拉比所行的神迹 一定不是靠着人的力量 乃是什么 靠着神的力量 他自己说若没有神同在 无人能行 这样的神迹 那么看到说 他一开始就讲到 基督耶稣是蛮有人力的 是会行神迹的 是一位拉比 但基督耶稣我们知道说 看出他来找他是有目的的 他一开始就对他讲说 你需要重生 所以因此看到说 第三章第三节里面怎么说呢 耶稣回来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看到说一个人需要重生 才可以见到神的国 要跟神的国有份 一个人就必须要重生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里的第四节 尼哥蒂姆说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可见尼哥蒂姆的回应中间里面 看到说他听不懂 基督耶稣的那个教导 虽然他是一个法利塞人 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是个犹太人的官 但是当基督耶稣告诉他说 你要重生才可以见到神的国 他听不懂 他以为说基督耶稣在所讲的 不是讲这个周围 乃讲这个巴雅 他把它了解成为是那个 那个生理的生 那个身体的生 尼哥蒂姆说 人已经老了 如何能重生呢 岂能再进母户生出来吗 所以他把耶稣的重生 说成为一个身体的 肉体的这个身 因此基督耶稣继续的教导他 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里的第五节 第五节说 耶稣说 我是在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一个人要进神的国 一个人要见到神的国 他需要重生 那么看到说 第二次基督耶稣强调 人需要重生 才可以跟神的国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部分里面 基督耶稣加了一些东西 是前面第三节里面 所没有看到的部分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就不能进神的国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来了解 到底水和圣灵生 是什么意思 那基督耶稣说 这个水和圣灵生 这个水什么样的水呢 在一些拉比的这个作品里面 一些犹太的作品里面 把这个水说成为 这个难能的这个精水 这个这样说法 其实有些道理 就是其实这个生命的开始 跟这个难能的精水 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们知道说 这个基督里面所说的水 也不是基睛会里面 受洗的水 我们知道说 当时基督耶稣在 跟尼格尼姆谈话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基睛会 所以因此不要把它 说成是净利里面 这个受洗的这个水 不是这个水 这个水什么意思呢 这个水应该是 象征代表 一种内在的洁净 这个水是代表 一种内在的洁净 这个水也不是矿泉水 这个水也不是 那个什么支来水 这个水也不是 那个什么口水 我们看到说 这个水是代表什么呢 一种内在生命的 这个改变 那么这个内在生命 改变的这个教导 我们需要 从就位来看 这个就位本身 给我们这个明显的 这个教导 我们来看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的 三十六章的二十五节 以西节书三十六章的二十五节 可以看到说 以西节本身 给我们说明 到底这个水是什么意思 这个水的确 象征代表那种 内在的洁净 请大家来看一下 三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 第二十五节怎么说呢 二十五节说 我必用清水 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就看到说 这个清水 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所以这个水 应该是讲到 那个内在的 这个洁净 所以一直看到说 尼克蒂姆 他来找耶稣 耶稣告诉他说 你要重生 重生需要有个 内在的洁净 不但要从水 还有从圣灵身 一个人才可以 见到神的国 才可以进神的国 那我们在后面 必须要继续谈到 这个圣灵的这个部分 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下面会继续谈到 这个圣灵的这个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的忧心 和的道路 注入 女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